刚才他们也一直都在这儿吗 他们一整夜都要在这里伺候我们 古代夫妻晚上同房睡觉时 为何要让丫鬟守在床边 在许多古代电视剧中都会出现丫鬟这个角色 他们在剧中镜头一般都挺多的 并且都是随着主子出现 可见丫鬟在古代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古代这些丫鬟具体有哪些工作内容呢 为什么主人夫妻已经睡觉 丫鬟还要守在旁边 古代等级划分很严格 先从丫鬟的等级划分来说 一般情况下 丫鬟的等级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每个等级工作内容和责任也是不同的 并不是所有的丫鬟都可以晚上守在主子床前的 最高等级的丫鬟一般都是主子的贴身丫鬟 他们是每天与主子朝夕相处的 伺候主子衣食住行 本身丫鬟是没有权利的 但是他们深受主子的喜爱 隐形中就掌握了一些权利 比如说话语权 主子在商议事情的时候可以旁听甚至发表言论 再比如管理权 他们就相当于主子院子里的小管家 可以调动院子里低等的丫鬟和小私 可以说他们是丫鬟行业里身份最高的 《红楼梦》中的习人就是等级最高的丫鬟 无论是在电视剧中还是在书中 习人是一直陪伴在贾宝玉身边的 在贾宝玉的卧房外有个小床 时常为贾宝玉守夜 不但照顾他的衣食住行 同样还要管理院里的其他奴婢小私 同样有时还会提点着贾宝玉的行为 虽然这样僭越了 但抵不住贾宝玉对她的喜爱 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 丫鬟权力的大小全凭主子的意思 此外主子地位越高 那丫鬟的权力也会随着主子一样变高 一等丫鬟下来就是二等丫鬟 二等丫鬟的工作内容和职责 与一等丫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但权力与主子的亲密度不如一等丫鬟 一些比较厉害的二等丫鬟 可以在一等丫鬟出事或者不在的时候 替代一等丫鬟 古代夫妻晚上同房睡觉时 为何要让丫鬟守在床边 他们有什么用处 还是《红楼梦》中的例子 在习人离开贾宝玉后 由摄阅顶替了上去 最后陪伴贾宝玉到最后的也是摄阅 等级最低的就是三等丫头了 他们是人数最多 他们的工作内容和职责与一等 二等丫鬟是截然不同 他们几乎见不到主子 在专门的地方洗衣做饭打扫卫生 干的都是一些粗活累活 并且一点晋升空间都没有 那这些丫鬟的等级是如何划分的呢 除了看他们的能力 此外还会看出身 一般丫鬟的出身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因为家庭原因被迈入主子家 这类丫鬟出身卑微且没有什么能力 一般进入主子家后就是三等丫鬟 另一类是从小养在主子家的 比如说一等丫鬟的妹妹 或者家里管事的女儿 这种捎带着关系的 进入主子家后就是一等或者二等丫鬟 那大家不难看出 在古代丫鬟是没有人权的 换句话说不能看作是一个人 他们被明码标价像物品一样买卖 那试想一下 物品摆放在家里 人们会考虑他们的感受吗 所以丫鬟替主子守夜 或者主子夫妻型周公之礼的时候 自然不会产生不好意思和羞耻感 他们只觉着这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是自己的责任 这是原因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能贴身服务主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接下来再从主子的角度来说说 晚上睡觉的时候 旁边有个人不觉着尴尬不舒服吗 又为什么非要让丫鬟陪在身边呢 古代夫妻晚上同房睡觉时 为何要让丫鬟守在床边 当然这种可能是不存在 第一古代有身份的人认为 被下人服侍是应该的 其次晚上丫鬟们守夜 也能给主子们带来便利 主子白天一般干什么事情 都由下人们服侍 各个养尊处优 那晚上的时候同样需要人来伺候 比如起夜上厕所了 主子可了提供茶水 或者地些东西等 丫鬟站在旁边 就能更好地为主子提供便利的服务 刚刚也说到了 守夜的一般是一等丫鬟 他们可以说是主子的心腹 对于主子的生活习惯 以及心理想法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守在床边能够第一时间 为主人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丫鬟守夜可以起到 保卫主子安全的作用 守夜顾名思义 就是守在主子的床边 按要求丫鬟是不能睡觉的 如果夜里遇到一些突发事情 丫鬟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主子 此外如果主子有什么危险的时候 他们能帮助主人脱离险境 所以尽管有丫鬟站在旁边 会有些尴尬的时候 但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舒适感 主子们还是会选择让丫鬟守夜的 通过上述种种的叙述 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丫鬟身份的地位 是非常低下的 这也是古代女性的可悲 贫穷人家的女孩自由 从来犹不得自己 幸运的丫鬟被主子看上 会给个名分养在家中 或者选配一个身份地位 相当的人家嫁过去 而有些丫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有的被主子陷害当了替罪羊 命都保不住更别说其他以后的生活了 或者是被主人卖到青楼成为妓女 这种结果是最惨的 古代丫鬟的人生只是当时的一个缩影 这样的结果让人唏嘘不已